哈喽大家好 现在是4月5号的下午4点52分 现在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比特币的一个行情的一个走势 比特币呢是在昨天晚上呢 有一波急促的一个下滩 急促的一个下滩以后呢 就来了一个急促的一个反弹 目前的价格是有再次回到了这个46600这一代 那昨天晚上最低达到了45100左右这一代 那比特币后续呢是如何走呢 我个人呢可能大家从这张图表上呢也应该看得出来 我个人呢感觉目前比特币的价格呢 仍然是在一个三角的一个整理 整理期间 后续呢可能比特币会走这么一个走势 然后在这个点位呢 仍然可能会再次撑压去回踩 也就是形成这个一点 其实一点也就是回踩到一点 也就是45500左右的这一代 那有可能会在这个位置去提完 然后呢直接去突破这个整理区间的一个上轨 然后去展开新一笼的一个上涨的一个行情 那目前在这个点位呢 这个点位呢大家可以去尝试的去介入一个空单 因为空单来说的话 嗯 虽然说是那个啥 我们可以去尝试进去做一笔空单 那直送来说相对来说是划算的 直送我们就设在47000这一代 那指引的话我们当然是会看 当然是看到这个45500这一代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的盈亏币呢 也认为是达到2.6倍的一个盈亏币 那这个空单呢 我个人来说看呢 最多也就是到45500这一代 因为在这一代呢 有可能会形成这个一点 形成一点完了以后呢 就拐头继续去向上 向上来运行 那昨天呢 我们是期望 昨天 昨天给大家说的时候呢 我们是期望它能够在这个 在这 当时呢是 希望在这一代能够形成一个 三角的一个整理形态 那我们在这个位置去 介入这个多单呢 是逻辑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我们的直送呢 是设在了这个地点的一个下方 结果昨天呢 是打掉我们的直送 以后呢 又再次一个 回到了 回到了这个地点的一个上方 所以呢 目前行情走出来这样呢 我们就及时变更我们的一个思路 那行情呢 目前比特币呢 应该是有可能会形成这么一个 三角的一个整理的一个区间 所以呢 如果大家想做 那这个点位呢 也是可以去轻仓去介入这个空单 直送呢 设到47000 直营呢 设到45500 直营这一代 这样呢 盈亏比达到2.6倍的一个盈亏比 然后 最终呢 1点 到达1点这个位置呢 我们是可以去尝试性再次去布局这个多单 布局多单的话 我们的上方呢 仍然是会以前去看到那个 522到57这一代 然后到到这一点的时候 我们的布局多单的时候 我们的止损呢 可以射到这个前期的地点的一个下方 也就是射到45000 45000这一代就可以 那到时候呢 当然这个是后话 到时候我们走到这个位置 如果说期望了 我们再去观察后续的一个 后续的一个行情 那目前这个点位呢 说如果大家想介入单子呢 可以去介入一个 短期的一个空单 最终来说 如果不想去做空 那么我们就等待 那先等待这个1点 等待1点 我们去介入这个多单 那今天呢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比特币的一个行情吧 那今天就先到这